现在落地的话可能要个52左右 还有52左右 没事呀明天 喜欢直播的可以点点关注点点赞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后备箱 后备箱的话它是一个 打开咱们的这个电尾门 它是手动的 它是一个手动的一个尾门 如果是325的话 它就是电动的电尾门 和我们的感应式的一脚踢都是有的 新能源好还是油车好 这个就是看大家的需求 如果你家里面有一台油车的话 那我觉得你可以考虑一台新能源的车 如果你很纠结的话 你只是上班代步的话 其实也可以考虑新能源的车 对吧 而且现在新能源的车的话 它的优惠很大 新能源的车的优惠它 嗯都在三四万网上 好像iX3的话可以优惠五万 iX3可以优惠五万 如果是535O1插电是混合的 可以优惠三万左右 三万左右 这直播间给大家报了优惠 然后具体优惠的话是可以再谈的 主播机最高162 然后走3C有没有无线充电 325的话没有 325没有 然后330好像是有的 330是有的 3C的话320325都没有 然后大家还要看什么车型 可以刻在单位上 看一下X5 S5没有展车 X5没有展车 S5现在是没有展车的 但是可以定用 您可以点赚养 那个蓝天白银的头像 撕去我们后台 这外观它是黄色的 一个黄色的外观 这个好像是叫药木金是吧 这个啊 这是叫药木金吗 还是叫什么 药木金啊 金 药木金 好像是啊 土豪金 很好看 药木金 6GT有吗 6GT没有展车 有限车 6GT没有展车 有限车 可以私信我们后台 可以私信后台 可以私信后台 后台可以发给您看一下 那个黄色的 那个金黄色的那个3系的话 现在落地差不多要个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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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8系 8系没有展车 我们目前轿车最贵的展车的话是7系 最贵的是7系 8系没有展车 但是有限车 你可以私信我们后台点左上角那个 蓝圈白云的头像私信后台是可以的 主播进行高162 主播进行高162 看看7系可以啊五而我如果直播间如果直播间主播没有及时回复到大家的这个问题的话 你可以点左上角那个蓝天白云的头像可以点左上角那个蓝天白云的头像 然后私信我们后台呃如果问价格问现车有没有的我们后台可以帮大家查询 因为有时候他弹幕弹的太快了我可能会看不到可能会没有注意到哈没有注意到 然后530的话是有限车的但是没有展车我们现在530的话优惠是1万哈530的优惠是1万 直播间给大家报的优惠是1万的优惠如果要谈具体更多的这优惠的话可以点左上那个蓝天白云的头像是可以再谈更多的这优惠的呃 看一下X7X7的话是有展车的还有什么岗位插人你可以问一下后台 您可以点我们左上角图像私信一下 是的 看730来吧我们来看一下730吧 看了730之后我们可以看看5系5系的话展车它是一台525的展车 是一台525长轴的展车呃若是5系的那个530的话是暂时没有展车的530暂时没有展车 我们在龙泉我们在龙泉的那个车前大道哈车前大道4段666号具体的地址可以私信后台因为直播间直接报地址的话它容易被封啊容易被封 我们说大家可以理解一下 然后我们看一下看7系的多还是5系的多 我们选择一个先看7系还是看5系 想看730的可以想看考虑730740750的可以扣个7 呃看5系的可以扣个5 可以看3系的可以扣个3 然后看一下哪一个多一点点 740没有展车可以带你们看看730 那先看5系吧我感觉5系的感觉要多一点 我们先看5系 5系看了之后730最低配的落地的话因为有10万左右的优惠 它优惠下来差不多在个789 789就可以上路哈 我们店给大家报的是这个价格 如果要谈更加具体详细的话可以有一点抓奖的一个蓝天白领的头像 然后撕去我们后台就可以了 撕去我们后台 呃在龙泉在龙泉店保养有没有活动优惠 呃有活动优惠 具体的话你可以私心后台问一下 具体是怎么怎么活动优惠的 可以私心后台问一下 然后这台是我们的525的长队运动 前面的话它也是一个一体式尊降组的一个进气格战 这样对我们的这个发动机呢有个一定的一个保护作用 呃不冷吗 挺冷的 然后我们的大灯的话是LED大灯哈 是非用转向的LED大灯 而这车的一个外观颜色的话它是一个碳黑色哈 它是一个碳黑色 轮毫是一个18寸的轮毫 18寸的一个轮毫 呃 呃 黑色它叫做火山红 黑色的颜色叫做火山红 这款落地现在落地的话差不多要跟40 呃 之前是44 现在可能要46左右 啊46左右有1万左右的优惠 可能要46左右 具体得私心后台 如果您看您走群团还是暗洁 然后是双12.3寸的显示屏 带街档霸 双驱单独可调节的高级空调 这类似就是我们的火山红啊 这些有直播间的粉丝朋友 他问火山红是什么颜色 就是这个 它饱和出货 那个 波尔多红会 呃 低一点点 所以它可能会更耐烧一点点啊 然后这火山红给人的感觉也是 非常的 经典耐看的 呃 这款落地46左右 还46左右 呃 我看一下那个 740优惠10个W左右 还优惠10个W左右 具体的话您可以 是我们后台 这台是我们 这台是我们的525的长者移民运动套 525长者移民运动套 喜欢主播的也可以点点关注点赞 我们这里是陈东东圈中宝 CS店直播间 我以前我没有在中达呀 我 我们是中宝哈 在中宝 这台动力的话是4缸2.0T 呃 184匹马力 4缸2.0T 184匹马力的 音响是可以 音响是可以选装的 可以加装 呃 加装成那个 哈曼卡顿的音响 好像是在1万左右 1万左右 具体的话它可以私信后台问一问详细的 影响是可以加装的 挺冷的呀 我挺冷的 530落地的话 差不多现在要个 呃我想一下 现在可能要个52左右哈 52左右 530的如果是领先的话 有旧车吗 您是指二手车吗 二手车您要私信下我们的后台哈 我们这边是新车直播间 是的 二手车得私信后台 然后这个它的天窗的话是一个单天窗 后排这两边的话 它是带了我们的这个 发妆镜的 诶诶诶诶 而且5系的话 它的乘坐舒适度是非常不错的 哈 为什么这么说呢 是因为它的这个座椅 它的包裹性很强 它这里座椅它的 可以给 可以呢 可以 对 对 对 但是这个座椅它这里凹陷下去的 凹陷下去的深度比较深 所以它的包裹性比较强 做起来的话也比较舒服 整 而且也是通空打孔的事 对 就做打孔设计 这样的话也可以做到一定通空散热的作用 中央扶手的话也是一个比较厚实的中央扶手 5系有没有550 没有 虽然没有550 5系现在最多的是540 540 540后地可能要个 六十五六的样子 六十五六的样子 现在5系比 对 现在5系的话 它坐着很舒服 这5系的话 它是现在是已经达到 就是你开着也开着比较舒服 然后坐着也比较舒服的一款车 就可 可开 可坐 可商用 可家用的一款车型 六十多 如果买6GT也是不错的 6GT的那个颜值外观可能会比5系更好 但是540的动力比较大 540它是六缸的 它六缸340匹马力 然后6GT它是 4缸2.0T的 然后是两百 好像是两百五十六 然后是两百五十六 哦 二百五十八 所以我觉得直播间的 懂车的人比我还要多 直播间懂车的 6GT落地的 我看高中低配 大概就在七十左右 七十左右 然后看高 高配就七十多 低配就六十多 中配可能就接近七十 就在七十左右的一个价格 M8可以定 你可以点左上角 那个南天白云的头像 我们是可以定M8的 宝宝掰 是的是的 藤原拓拓切 525优惠多少 525现在直播间给大家报的优惠 是优惠一万 是优惠一万 如果要谈更加具体的 这个优惠的话 可以点左上角 那个南天白云的头像 思绪我们后台就可以了 冷不冷 其实还是有一点点冷的 肯定是冷的呀 成都现在十度 虽然我们展厅也开了空调 但是它漏风 530长轴的话 它可能现在价格 落地价格差不多在个 50 52 领先长轴 差不多在个52左右 52左右 详细具体的可以点左上角 头像 思绪我们后台 M8的雷震版 雷震版和极光板 哪个好 可能极光板更好吧 看您的选择 看您的选择 6GT现在优惠2到3万 6GT直播间给它报的优惠是2到3万 具体优惠是可以再谈的 可以思绪我们后台 530的那个尊享落地的话 差不多 现在530尊享落地 差不多要个 55左右 55不到的价格 然后这价格是可以再谈的 X5国产什么时候 预售有3.0T版本吗 国产什么时候预售 国产 可能要年终的时候 等通知 等通知我们能预售的时候 直播间会说的 325长周多少 325长周的话 现在差不多要个 30 39 直播间给它报的是39 直播间给它报的是39 530领先的话 现在差不多要个 52 5252 落地要52左右 还具体的话 您可以私信我们后台 我们后台可以给您算算 具体的一个落地优惠价格 大家有想看的车型 都可以打在公屏上 是的 因为价格 因为价格报的不太熟练是因为它这两天改价格了 我对之前的价格很熟练 我对之前的价格很熟练 它这两天新改了价格 新改了价格 您想要更熟练的一个价格 更优惠的一个价格 您可以点我们左上角 投一下 是的 因为直播间报的是一个大概的 一般会报的高一点点 然后私信后来的话是可以再谈价格的 X7多少米 X7的话现在落地要100多 看要哪哪款 看具体要看哪一款 100多一点 入门级就是110多 X5的话2.0T我们有3万的优惠 直播间给大家报的是3万的优惠 3.0T的话是暂时没有优惠的 3.0T的话是暂时的浴缠 练妹片 我们就暂时在场面已经准备了 哎呀 那还是应该在阳光下还会更好看 可能会吧 大学毕业40个W有什么推荐 大学刚毕业40个W的话 看你想要低调还是高调一点 低调一点就三系 高调一点就五系 但是五系的话要五十四十多接近五十了 三系的话就可能三十多 就在四十以内的一个预算 SUV有啊SUV是有的 三二五落地现在三二五落地的话差不多直播间我们给大家报的是三十三十九三十九三十九不到三十八可以四千后台可以再谈谈价格三十八 AX6没有长车 对 三二零的优惠很大 我们三二零的优惠很大 我们三二零和三二五的有几款车型优惠很大 刚刚得到的新通知 像我们三二零和三二零和三十五的长车 AX6运动白色的它的优惠还是在两到三个W 然后如果是三二零的话像刚刚我们看到那个药木精的那个颜色的话 优惠也是两到三个W 五系的话也有优惠 五二五的话也是有优惠 碳黑色的五二五的话我们优惠也是三万左右哈 碳黑色的五二五优惠也是在三万左右 如果是其他颜色的话可能优惠会相对于说会少一点点 其他车型就碳黑的外观火山红的类似 五三零的长周领线运动的话 亮子蓝的颜色我们也是有优惠 优惠的话也是在三个W左右 所以大家如果要问具体的这个优惠 因为我们有些车型 不同的车就是可能同一个系列的车 但是它因为颜色不一样 可能就可能就优惠就不一样了 X4优多少X4的话优惠八千左右哈八千左右 看看金色的三系可以的三二零的这款 这款三二零的话它就是优惠可以达到两到三万 这台优惠达到两到三万直接裸车价优惠两到三万哈 直到在上面然后前面的话可以看到整个车的颜色 它是看起来是非常之怎么说呢 比较独特的因为我们三系建的最多的三系应该是白色 白色的三系应该是最多的 那这个颜色就比较独特 对吧 三二五落地 三二五的话我们有落地三十七左右哈 三十七左右 现在三二五落地的话 价格可以再谈可以私信我们后台 然后我们选直播的可以点点关注点赞 我们这里是成都龙泉中宝 随时店直播间 二一款的五二五置换五三零领先补多少 二一款的二一款的五二五置换 具体如果要需要置换的话 可以点左一角那个蓝天白云的头像 可以私信我们后台是可以置换的 做后排空间挺大的 我们三系的长周 只要是长周的 不管三下是五系 后排空间都很大 然后大灯是我们LED随动转向的一个大灯 轮毂是一个十八寸的哈 标配的是一个十八寸的一个轮毂 三二零的话 它就没有带五药式进入 但是整个车里面的话 自己跟我们三二五三二零是一样的 都做了打孔设计 这样的话可以做到一定的通风散热的一个作用 然后显示屏是十点二五英寸的显示屏 和十二点三英寸的这个仪表排 方向盘也是全真体包裹的方向盘 还带了我们多功能的按键 定速限速的循环的设计 和我们多媒体的设定 然后是在三个驾驶模式哈 然后三二零的话 它没有氛围灯 如果想要氛围灯的话可以选择三二五 三二五的话可能就有氛围灯 然后也有无药式进入 但是三二五的价格可能会比三二零贵了个三四个W 三四个W的样子 喜欢主播的可以点点关注点赞 我们这里是成都恒山中宝 所以点直播间 三二五裸车优惠多少 优惠两到三万啊 两到三万 三二五的裸车优惠都是两到三万 喜欢主播的可以点点关注点赞 好可以坐后排主播可以坐后排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后排空间 像我162的一个金身高坐后排的话差不多有个三拳多四拳左右的一个空间啊三四拳 接近四拳的一个空间所以他后排的腿部空间是完全ok的是完全ok的 喜欢主播的可以点点关注点赞